HELLO大家好我是國際粉絲們的希望可以接點影片啦 如果你平常不喜歡看生活畫影片的話請給我走開 煮飯也要擦一點口紅 給自己看啊 不意外的話 今天就是我最後一次在這個家煮飯 因為你們都知道我要搬家了 好今天要煮的是Breyfurst早餐 我真的對煮這件事情很有恐懼 因為我只會煮泡麵水餃火鍋這種東西 有說過教育就煮得出來啊 可是我今天要煮的東西有一點難度 就算有說過教育的人呢 可能都還說要靠一點後天的能力才會煮 我把它取名為吐司加蛋 這邊也要開一台 好 首先材料要有三顆蛋 火腿片 起司還有吐司 OK 廢話不多說直接開始 首先要打三顆蛋 打完三顆蛋之後呢 加入火腿片 我加兩片 然後就開始打蛋 通常在打蛋的時候呢 如果你家裡有人 這個時候就要跟他聊天 可是如果你家裡沒有人的話 可以見自語 郭瑜你來了 什麼 我帶煮飯了 你老婆呢 要做指甲 記得利益在做指甲 好打完蛋就開始這樣子 這個時候呢就可以開火 你們看得到嗎 輕一點好了 好加油 這個時候就把我們剛剛打蛋加進去 我們的重頭戲 兩片吐司給他放進來 兩片吐司要放好喔 這個時候呢就可以放你想要放的東西 你要放頭髮OK 起司我會放起司 然後把它壓下來 給它悶著 然後要翻鍋囉 翻面 哇好漂亮的顏色 這個時候可以加一點鹽巴 我要翻鍋囉 漂亮漂亮 有沒有看到這個顏色 漂亮 好 好了差不多就可以全盤了 有沒有漂亮你們看 有漂亮嗎 唉唷我第一次做這個東西耶 看起來像是做五次的人 來客廳獎 哇 我今天這樣煮到還滿意嗎 好香喔 今天的 breakfast 跟自己邂逅 還要有飲料啊 如何把飲料變高級 你就去超商隨便買個飲料 然後把它倒進一個高級的杯子裡面就好了 就倒一點點這樣子 來 乾杯 等一下 口紅要先擦掉 開動 開動 嗯 I can believe it 比麥味道還好吃耶 嗯 我怎麼會煮菜 喔 哇 嘻嘻嘻嘻 這一道菜就叫做 吐司加蛋 喔蛋煎得真的很好耶 我怎麼這麼厲害啊 欸有酥醉的聲音 你們聽你們聽 你們聽 有沒有 再一次 欸沒有耶 來 講一下個人的事情 最近我看很多留言呢 多的粉絲就很喜歡我的影片 然後說 明軒姐怎麼沒有出片 我等你很久了 沒有我的影片不行 活不下去 你這樣做的話 對不起自己的爸爸媽媽耶 我沒有出片的時候 你去放時間拿去陪家人 去做你要做的事情啊 要不然你當人類幹嘛 你們不要這樣子 我會比較利 來我的實聲表是這樣子 明天我會跟房東見面 房東如果喜歡我 他應該就會租給我 可是如果有意外的話 他可能 我反通 他可能就不租給我了 那我就會再去找房子 反正 如果沒有化好妝 他跟我見面 他對我很滿意 他很喜歡我這個人 他租給我了 我後天就搬家 可是如果有意外的話 我再跟你們講 好啦謝謝你們耶 我雖然沒有寵物 但是我有一個東西 一定要跟著我走 紅酒 我們把他取個名字 叫他 莫尼卡 現在他叫莫尼卡 以後大家就是叫他莫尼卡 莫尼卡 她會跟著我走 因為我覺得 她對我來說意義很大 雖然我沒有和她 但是就是戴著也好看 OK 莫尼卡到齊了 然後大家有沒有擔心 這個彩虹雞 我會帶走 很多東西都是我的 好啦這就是一個分享生活的影片 好今天做Brift First成功 欸 你們要知道一件事情嗎 我最近脾氣很大 因為要搬家很累 一個人搬家會有很大的脾氣 謝謝大家看完今天Brift First的影片 我漂亮嗎 捨不得嗎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OK 明明下影片 下影片就到這邊 掰掰